本節目內容只代表個別嘉賓及主持個人意見 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好,回到這個第四節 這個就叫做 齊力不有毒,有罪 哈哈哈哈 快了 嘩嘩的,所以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中了 聲大大 不是的,它基本上我覺得現在 這個是社會性的問題 我們很多,即是宅以為常 有很多出現了一種偏 偏執 偏執的那個 偏就是名字在邊 因為你有一種應該是這樣的 就是如果不是這樣的時候 你就執著了,就是它不對 這個就會變得偏執 這樣 傾斜了 因為很多時候 譬如你有個不同的分別 就是每個人都會有 就是會找出那個分別 但是分別起來的時候 偏執這個現象 現在就有很多 你會發覺現在的戲裡面 都有很多,尤其是講鬼這些東西 我們都還在問一個問題 你聽就聽得多 這個世界上真的是不是真的有鬼的呢 我問一下Panda 你是不是真的有鬼的呢 我沒見過 那即是沒有 那不是 即是你相信 相信 你沒見過為什麼會相信 因為遇過的,真的沒見過 但是遇過的怪事 哦,怪事這樣 所以就當什麼了 那Janice,你信不信呢 我半信半疑 是,半信半疑 為什麼呢 因為,因為一來我自己沒見過 是 那還有就是 你沒見過 但是有些古怪的經歷會有沒有呢 也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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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有一次怎麼說呢 你又 即是那時候我曾經試過 就是見到我爺爺過生了之後 嗯 然後有一天早上 我和我媽媽是六點幾時 即是快日緊的 是 那我突然聽到敲門聲 是 那我們就開門了 那我們在那塊鏡子 因為我那個房門對著那塊鏡子 嗯 我們在那塊鏡子看到 就有一個 就像我爺爺的身影 因為我爺爺很高大的 是 那他穿那些衣服 那些是中式那些 是 那我看到那個背影 然後就進了廁所 是 那是我和我媽媽都是 即是同時一起見到的 是 這樣 然後呢 我媽媽就 即是那時候就說 沒有再去研究究究 究竟是不是有沒有人 這樣 然後就 不是 我沒有去 他有去的 那他就出去了 那他敲那個門 那他門裡面有人形 但是是我另一個親戚 是 是 是我的唐姐姐 這樣 我們就覺得很奇怪 因為我和我媽媽 明明是看到黑影 即整個人是我爺爺的樣子 那個身形 那些都不是 你的親戚 是的 但是他就說他在裡面 這樣 所以我們就 你說是不是我看錯 還是怎樣 我們就不知道 那這個都是一個經歷來的 靈異的經歷來的 我沒有自己去敲門 是媽媽出去了 這樣 他敲門 裡面是有人認 但是不是說沒有人 或者怎樣 這個是靈異事件來的 是的 是的 還有是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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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一個叫做學術的角度來講 這個已經是 是的 這個是 因為 因為 子彈不是你一個人 因為一個人 就算你那個 怎樣真實 你都是一個叫個案 那個叫 叫現場的那個人 不是夠足夠的支持 這樣解 但是都是一個 實例來的 但是也是 半上半疑 因為你覺得 不夠 不足夠 這樣就好 因為有一個 探究精神 你可以做到傳媒 現在很多傳媒 又不是這樣的 我們需要 這些傳媒 是的 那阿彪 你信不信 首先 看看鬼是什麼 就是 如果覺得鬼 是過去時候的記憶 或者是 人的過去了就是鬼 那一定有 如果你說 好像 那些V混混混 那些村長 那些 那些 就看個人 那你有沒有見過 類似這樣的經歷 又發生過 有一次在屯門公路 坐那些村包進去的時候 立下眼看到 隔壁位 有個很傳統的鬼 那個形象 那些可能還見你 你有沒有打破 沒有 沒有 沒有什麼特別 那就當作 資料不足 那你就不要管它 不要留在心裏 有些 通常 你路過 大家打過照面 不用管它 就算是真的 你也不用管它 其實應該用這樣的態度 有些搞你的 要搞你 可能有原因 就是你沒有 沒有你不用加以解釋 不關你的事 有那些 你就覺得它是搞你的 有時候會的 因為它覺得你冒犯它 或者 你跟它有些 什麼恩友 恩怨 就會這樣 那你有沒有想 在我現在有限的記憶裡面 就好像沒有這樣的記憶 但不知道是否真實 我的記憶 你自己也不相信你自己 聽完這集 我覺得我開始想 其實我的記憶有沒有錯 但我已知就沒有見過 但我又信有這件事 嗯哼 信的就是你渴望的 想見的 不是啊 我怕的 是真的 那你為什麼會這麼信呢 可能聽太多故事 很多人說過 對 或者聽一些電台節目 你知道 長期經常聽 你會發覺很多人說 好像遇過 那我就會覺得 既然這麼多人都說遇過 應該有的 這件事 嗯哼 那你是不是被人催眠了 不知道 其實 我覺得 現在 現在呢 我們看到呢 有很多很多這些詭辯 那當然了 還有一部分的詭辯 就很差的那些 或者不說 但這個都算是高級詭辯來的 現在我們講這個 regression 或者我們都要提一下 怎樣都要提一下這一部 叫毛網 嗯 因為這部毛網 那時候都是 差一點 好像最後都入不到 提名那個最佳愛語片的奧斯卡 嗯 因為他整個故事 這個雖然呢 好像不記得了是瑞典 還是挪威的戲來的 不過呢 不過呢 其實呢 講到明是改編 美國90年代的一件 真實的事件來的 那時候我們看60分鐘都有 講過的 就是整班小學生 都指證呢 就是有一個人 那個侵犯了他們 那個個的那些證供呢 都基本上呢 都是可以變成證據 來去令到那個人落罪的 但是呢 事實上呢 最後呢 就踢爆了 原來不是 還有呢 這些小孩呢 他不是有心 講謊 而他是有一種 有一種 集團式的那種 你可以說 一種叫做 不是一種叫催眠 一種叫做感染 嗯 就信以為真 的了 還有他老師問他 那時候的技巧 是 所以呢 他這種情況呢 就變成了一個 是 現象 而且現象呢 就在一些叫做 尤其是 就是在那個 心智做很年輕的那時候 你很容易被誤到的 但是有很多大了的人 那時候呢 你會知道他的心智都不是很成熟 就是所謂成熟就是 你有沒有自己的主見 你會發覺呢 現在最大問題 就是好得未必 他很懂得想 但是他那個未必是主見 他那時候就是 道定途說 人運益運 大家都是這樣說的了 大家都說這個世界有鬼 那我就相信他有鬼了 就算呢 我是一個讀理科的人 我不相信有鬼的 我明明見過 我都不相信 嗯 會的 這種情況呢 就是有很多 那種就叫做偏執 因為呢 就是用了一個叫做個人體驗 那種東西來講 但是這種偏執 但是呢 現在發覺整個社會呢 大家就有一個叫做同盟化 大家都有很多時候 就算學會了很多知識的成年人呢 都有一種叫做同盟的現象 就好像受制呢 很容易被感染的這種 這種呢 就好像說regression 就是所說的 就有一種叫做催眠的成分 就在那裡 那無妄呢 就是你可以說 在那個時期 應該是五、六年前了 的一部電影 他都很早就用這一種角度 來放進他的電影裡面那裡 但是現在呢 就變成了一種主流來的 你會發覺呢 就算是說真的有鬼的那些氣 他都在玩這個 而他最喜歡他玩呢 亦都是跟regression regression 沒有說鬼 但是說有一班 就是宗教的邪教的一個團體 大家都有說的那種團體 因為那時候 我們在另外一節那裡 以前都曾經都講過 有很多這樣的卡牌出來的時候 但是呢 這種教派的存在呢 令到很多人 都會感覺到自己身邊 都有這種這樣的秘密團體 等於我們 我都是叫鼓吹者之一 共濟會 這種呢 就是沒有被一個正確認識 就算有現在共濟會 其實根本是存在的 但是我們所說的那個共濟會呢 是比現在鑽冊的那些共濟會 是神秘很多的 基本上是另一件事 大家要有個了解就可以了 因為那個共濟會呢 現在叫全民的共濟會呢 就是非常之 裡面呢 有很多些沒有得到確實的引證 但是呢 就已經是遙遠 就是遙遠流場呢 又有一脈相連的 又有很多沒有定案的 的東西 沒有成為文顯 沒有成為資料的線索 就在這些圈子那裡 就能得到 是否所有陰謀都進去掃 你不要講所有部分 那也都呢 因為你講所有的時候 就包括有很多假的論 都在這裏 變成一個這麼立體的世界 但是呢 我覺得呢 你現在看到呢 就很多這些戲呢 就在這裏講 但是呢 我覺得呢 大家經常有一種更新的角度 你剛才在這偷看我這個筆記 這個筆記就是在講這件事 在這尋找的 因為現在講鬼那些 我發覺呢 他無論他怎樣講都好 好像是殘位 或者鬼屋神錄 或者你說這個呢 剛才你都碰到我翻譯 你用那些叫做 偵查的那些儀器 譬如想機 為什麼一個記者要回聽 或者你查案都經常要回聽 你要錄下你的聲音 然後回聽這個聲音 這個聲音 你好像叫做實體記憶 而這種實體記憶 是不是就是真實呢 我們以前就認為 一定是準確的了 真實 現在是不是呢 現在就告訴他們 不一定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了解 所謂過去 是不是好像歷史上 這樣說 已經寫了歷史書那裏 不會改的了 是這樣的 不會改 是真的不會改的 但是不是真的呢 很難說 還有 如果它是真的 這個深入組 大家要細心知道 或者 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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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學校上 在科技上面 有人認為 Ser可以修改 這個呢 如果你聽到 因為太深入 就不能夠三月兩月講出來 我亦都沒有打算 三月兩月講 因為說完後 沒有時間 但我覺得 最近你看這些戲 的時候 好像《regressions》 或是《營救》 最好 我想你看完書 你要向我報告 因為我懶看 它裏面我覺得是很過癮 因為它的氣都表現出來 你看到鬼屋加上這一部 你特別要留意它是用了這種方法 而它就跟大家說 不是這樣說那個氣裏面究竟是有沒有鬼 或者那個叫實相 它告訴你真實那樣東西 你是不會那麼檢查得那麼完全 這個就是你現在得到的答案 但是它最主要想說的一件事就是 一間屋 這部戲裏面大家可能沒有留意 這個叫邪靈有盡 其實它很強調告訴你 它那間屋尤其是谷倉是很重要 而且你可能留了它一些重要的對白 你說它沒有什麼查案 為什麼沒有什麼查案呢 其實它告訴你這間屋我做過你 就是跟那個受害者 那個女生說 你未出生的時候我都認識這間屋 是當地人來的 它裡面的 它一上到那個屋的房間的時候 那時候那間屋裡 它已經有一個看法 做了出來 還有它對這個 它瘋了的那個媽媽呢 它根本就很熟悉 還有這個它一開始的時候 用一個方法 脫帽 那個是一個技術來的 這種就是查案的技術 第一就是一種叫主控權 第二呢 因為它知道它脫帽的時候 它已經暴露了在大家面前 它就已經是中年的現象 不要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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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印大家看的時候 它立即那個反應 它知道它自己 好像link那樣的 在一個熟的警察面前那裡 它已經有些事情 你是不是有些事情 你要告訴我 它就不得不說 它心裡面 它都已經預測到 好像去一個警察館 或者你去接受催眠的時間 有個過程 那個過程它就給大家出來 我想你是不是想回我 那時候 它就是已經中了一個催眠的招數 然後它進了谷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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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看到 其實這個導演 這個西班牙導演 它最擅長的 就好像the other 那樣捉你的心理 就將一些 放在很潛藏 在你裡面的一些information 就撩出來 就是它玩了這些 所以 現在先說這麼多 因為它這個戲裡面 它玩了很多這些 有這些殘案的情節在那裡 而它就說出了 有一個很新的 有一個東西出來 還有為什麼要找Ethan Hawk呢 我剛才也說 他有一部戲 大家都全世界都很喜歡看的 已經拍到第三集了 就是那個叫日出巴黎 日落巴黎那一部 它是一個作家 就是文字語言 對它是很重要的 而這部戲裡面 它就碰到有一個東西 是很有趣的 就是我們有很多時候 所有信念 所有的東西 都是聽回來 看回來 是文字的意識 但是現在我們認識的意識 就是它發覺 不只是文字和語言 有一個更加高的意識 那一種呢 就是他們現在說的 也就是 塑造傳情那裡說 它有一種叫直觀 這種直觀 我們開放 這種直觀呢 如果你有深入的 去認識的話 你會知道 它比文字和語言更加早 更加深入 有時候 你說不得清楚 但是你就會意會得到 或者你感染得到 在那個地方 感受得到 這種這樣的能力 我們現在有 尤其是在一間屋 那間屋 有髒東西的話 你有開到這種這樣的能力的話 因為現在這種能力 我告訴你 有很多很多專家 懂得已經變成教材 NLP都已經有教 你剛才說催眠 其中一個都是NLP的方式 其中一部 教你怎樣 或者你有些宗教都有 佛學那些 都有的 還有天主教 基督教那些都有 就是教你去到一個層次 那個層次是一種叫 你開啟到 如果在西方來說 叫做神色 跟那個神色是可以接觸到 還有你的靈感 就是開到出來 現在是這個時刻 所以這部戲裡面 它就在說 那個 你從這個 最關鍵 我仍然不想穿腳 因為它是對應 The other 那個故事裡面的一個呼應 因為上一次就說爸爸 爸爸不肯讀 今次說什麼呢 大家看就知道 兩個都是說 有誰不肯讀 不要精巧 不是 不是 從以來 你看的時候 你會看到 夾著The other 就是 再看回這件事 而你再看它 玩這種技術性 就是它引大家 進去一個 一個叫做更新的戲劇層面 而這個戲劇層面裡面 這個不僅僅是你看的一部戲 而那個就告訴你 你怎樣認識一個世界 藉著電影 你看到現在新的時刻 你怎樣去拉闊你自己 那個意識的思維 我們經常都是 就是飛碟的 就是聖哩啦聖哩啦 為甚麼呢 就是這些意識 是可以在那裡 不過我們不懂得怎樣掌握 就是這樣 是否認識了 睡覺 買腳說 我們時間差不多 哈哈 這個就是現在 這個 我們這個 那個 陸景的空間 就已經充滿了靈性 他都知道 咦 又開回 不過呢 時間都差不多了 我們跟大家say goodbye 下次電影有毒 不是情有毒 下次就跟大家見面 拜拜